我自己的追求是让别人开心 就是我要做自己的音乐 我希望人听我的作品 他们可以创作自己的一个故事 有自己的一些想法 生活的一些经验可以用音乐代表 我叫Brad M. Seifel 我的中文名字是布拉德·塞普 我是来自美国新二良 我已经在中国快到13年 我是一个电子制作人 还有音乐人 我妈是巴西人 我爸是美国人 回国宋少的时候 就对别的问话特别感兴趣 中国一直对我来说 是一个比较神秘的地方 在美国我是12岁的时候 就开始我乐队 我的专业的语言是西班牙语 大学我学了一点点关语 普通话 我不理解这个语言 所以我觉得来中国学习 这个非常好的机会 我大学毕业了以后 打算在中国一年看一下怎么样 然后这个一年变成13年了 你学习一个语言 你会也同时学习文化 所以从这个文化的方面 我就开始了解一些中国的东西 对中国的音乐文化也比较感兴趣 09年我现在宁波 我发现有一个琴行 然后我拿了一把琵琶 我说 这个乐器有四根弦 然后贝斯吉他也有四根弦 然后我弹了一点点 我说OK我觉得我可以从这个方面开始学习这个乐器 后来就是慢慢地找我自己的一些灵感 关于这个乐器 我有一次去北京旅游看几个演书 我说哇这个城市有摇滚演书 也可以看DJ什么的 所以我一年以后我就搬到北京 然后来确定我要在这个城市就发展音乐 我开始研究了一些 显代琵琶手 还有一些中国传统的琵琶曲子 都听了很多次 例如吃面埋伏 我现在弹的方式是有一点 贝斯吉他 吉他还有琵琶的三种弹法就放在一起 所以我不算是一个特别传统琵琶手 我拿着这个是点琵琶 这单子在说 它是传统琵琶和吉他融合在一起 最不同的是这个地方 就白色的叫适应器 它是从吉他和点贝斯的一个概念过来的 可以调音色和音量 我的想法是什么乐器跟什么其他的乐器都可以放在一起 可以把琵琶放在电子音乐里面 我满满的用中式琵琶 跟我电脑的东西 就会用麦克风录进去 然后把它变成彩样 因为我发现用麦克风那个声音不是我想要的 我试过很多方式用一些特色的设备放在琵琶上 后来就研究了怎么把一个吉他的实音器放在琵琶里面 从这个方面开始慢慢的创作和改造琵琶 现在我用的点琵琶是我跟一个老师一起合作设计的 我为什么改造点琵琶 因为我很多北京音乐是电脑做的 用软件 然后我要现场的时候 能把所有的声音融合放在一起 所以我觉得用中式琵琶不是特别合适 因为声音不是特别清楚 用点琵琶的话可以控制它的音量 就是会更舒服的 后来慢慢的开始演出写歌 慢慢的人会找我来参加活动 或者给他们写音乐 然后从这个方面慢慢的开始把它变成我的事业 我觉得香菜有很多朋友在这里 这个行业比较合适我 我到香菜已经发过15张专辑 最喜欢的作品就是 今年前在软音乐发布的一个专辑叫 Contingent of Outline Territory 就是天液旅音 电子音乐 还有一些氛围的严肃 都放在一起 然后我觉得比较满意 我这个创作的过程 我去过中国别的地方 比如说长城 或者甘肃的嘉语关 摩高窟 敦煌是我跟美国公司一起做的一个纪录片 具体是关于摩高窟和一些丝绸纸路的一些故事 那个时候我跟很多当地的人见面说关于这个摩高窟的历史 还有那边的音乐怎么样 我19年去了克罗地亚 保加利亚 格鲁基亚 一个去做一些音乐的工作 制作和后期 在那些国家可以分享一些中国的东西 我觉得特别棒 我上次写歌做我自己的作品 做一些其他的如说录音或者说互念 我有很多作品我没做完 还有我跟各种音乐人在合作 所以未来我的意思是 我一直发展我的能力 一直做更好的音乐